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330公尺 我是从万安岛坐八兆之心去的 但因为距离很近 其实只要你能想办法到万安岛上 在白天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叫继承船去将军奥语 只要10分钟就到了 万安岛的居民跟我说 开继承船的阿伯是开慈善的 常常不收钱 叫我记得要硬塞钱给他 其实也才50块而已 大家有做的话 也记得要付钱慰劳一下辛苦的阿伯哦 这是我在岛上租的机车 你看 为了怕我自以为是的拔下来 干脆把钥匙绑死在车上 酷吧 然后看看行李箱 对 没有安全帽 被迫违规 噓 江军奥语上没有什么知名景点 通常唯一能找到的景点就是传帆雨 也就是海边一座34公尺高的大石头 有短短的步道通往高处的凉亭 在凉亭中可以看到一张吊床 岛民说有时候晚上会有人来这里躺在吊床上看星星 也太爽了吧 传帆雨本身不算特别 但这里的视野很好 环顾超过180度的沿岸景观与点点浪花 吹着海风 实在悠闲惬意 江军奥语上还有另一个可以造访的地方是天后宫 又称为后宫 呵呵呵呵 啊不是啦 是因为旁边的港口叫后港的关系 以江军奥语来说 真的没想到会有这种规模的庙宇啊 1970年代建成的时候可是全澎湖最壮丽的庙宇哦 理所当然供奉妈祖娘娘的江军奥天后宫 无论庙内外的石雕木雕壁画都很讲究 最霸气的是庙里这盏水晶吊灯 真正水气千雕啊 建庙时几乎全靠渔船捐献的江军奥天后宫 庙前正对着大海 默默地守护着江军奥上的海上男儿们 虽说江军奥雨景点少 但我骑在环岛道路上 眼前净是透着蓝绿色的美丽大海 海水与岸边礁石交错反射出深浅不一的颜色 一路上心情极好 拥有这样的海岸线 江军奥雨认真不需要任何景点 整座岛随处都是令人赞叹的海景 很可惜这次来没有安排在岛上过夜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专程再来一趟啊 花雨位于望安岛西侧 也是全澎湖最西边的岛屿 大概只有六分之一个中正区大小 居民三百多人 虽然位于望安乡 但来往花雨的定期船班 只有澎湖本岛的马工友的座 每天两班 所以除非参加跳岛行程 否则少有游客造访 花雨也因此维持着相当淳朴的风貌 坐船靠近花雨港的时候会先看到情人石 像是一对情人般 脸靠脸依偎在一起的半身像 让单身的人看起来有点不爽 嗯 情人石要在进出港时看到的角度才会像 不要错过咯 日志时期新建的花雨灯塔 当时是采用以缺作为光源 现在已经改为无人看管的太阳能发电灯塔了 白色的塔身与白墙 趁着湛蓝天空 灯塔通常位于空旷的翠绿草原上 只要天气好 真的是怎么拍都好看 而且灯塔都位于岸边高处 周围的海景与视野是挂保证的 不过这里想向大家宣导一件事 到景点游玩的时候麻烦留意自己停车的位置 不要直接挡到景点 不然就像这样 无论怎么取角度怎么拍 都必须介绍你的车车给大家认识 真的很解 还有这位大叔更酷 他懒得用手拿 直接把帽子跟水壶放在灯塔入口正面的地上 人就跑了 大家互相体谅嘛好不好 天狐宫在清代光绪年间就创立了 原来主寺的李府王爷是最早到花雨岛上开墾的人 叫李明元 后人便建庙祭祀他 不过现在天狐宫里供奉的是卢府王爷 听说是因为李府王爷年事已高退休去了 便把庙交给卢府王爷打理 我去的时候天狐宫正在整修 所以把神明们请到旁边的屋子站住 屋子里也能看到天狐宫特别的王传文化 在庙的后方有三只塔 也被尊称为三塔宫 这是为了弥补风水缺陷而建造的石塔 原本是玄武岩 现在改建成混凝土塔身 已经跟着天狐宫很久的岁月了 在天狐宫附近散步时 忽然在路上看见可爱的猫猫 猫猫好可 猫猫好可怕 猫羽是花雨南边的两座无人小岛 因此完全没有官方的定期船班到达 只有自己包船或跟旅行社的跳岛行程 才能到附近巡航 我很幸运地问到一组包船的团客可以跟 所以为了拍猫羽专程跑了一趟澎湖 1991年被公告为海鸟保护区的猫羽 是台湾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也是亚洲最大的悬燕鸥繁殖地区 我去的时候已经不是燕鸥繁殖器了 听传家说鸟儿们大概只剩下三成的数量 但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燕鸥在岩石峭壁 以及附近的海面上翱翔着 猫羽的柱状玄武岩悬崖看来相当壮观 不要看这两座岛这么小 猫羽最高点有70公尺 可是整个澎湖群岛的最高处哦 那好了我知道听起来是没有很高 南方四岛是散落在汪安岛东南方海面上的四座岛 分别是东极雨、西极雨、东雨坪与西雨坪 除了西极雨以外都有人居住 但大多集中在东极雨上 南方四岛在2014年时被划设为我国第九座 也是目前最新的一座国家公园 是第二座 也是唯一开放游客观光的海洋型国家公园 往南方四岛的政府交通船每天只有一班 从马公开航 心惊忘安与三座有人岛后回到马公 从台湾本岛也是有船直接开往南方四岛的 是从台南的将军雨港出发 虽然单以船程来说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但因为将军雨港本身交通住宿都很不方便 除非结合台南附近的行程一起排 否则从台湾本岛各地坐飞机转交通船 在时间与花费上都比较省 但我也是蛮建议大家考虑结合台南附近的游城哦 可以参考右上方我们以前做的江军区景点介绍 东极雨是南方四岛最东侧的岛屿 再往东过去就是台江国家公园的海域 所以这座岛等于是两座国家公园的交界处 环境优美可见一般 看到港口旁山壁上的东极之眼 就知道已经抵达南方四岛中最多人居住 生活机能也最好的东极雨了 东极雨目前有近三百人居住 岛上有几家民宿 杂货店 冰店 甚至还有一家酒吧 是南方四岛主要的旅游基地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东极雨曾经因为肩负澎湖与台南间的贸易转运重任而繁荣一时 日治时期也有军队驻守 后来因为人口外移而渐渐没落 近几年才因为南方四岛旅游业兴起而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岛上最重要的景点是东极灯塔 这座标高47公尺 身为东极雨最高点的黑白相见美丽灯塔 在1911年就启用 现在已经一百多岁了 台湾海峡黑水沟盛名远过 望安附近海域是交通要道 但危险的礁石一直是船家们的噩梦 海难平船 所以便修建了东极灯塔 让船只们能顺利地航向台湾本岛 西极雨在东极雨西侧 自1978年迁村之后 便成为南方四岛中唯一的无人岛 现在只有科学研究人员可以登岛 一般游客只能在岛周围巡航 虽然是无人岛 但西极雨却拥有南方四岛最标志性的景点 就是这远近驰名的美丽蓝洞 西极雨的侧面由柱状玄武岩柱组成 这个方形的开口是由海水侵蚀而成 之所以叫蓝洞 是因为在方形开口的内侧 其实头上是一个可以看到天空的大洞 那是洞穴顶端的玄武岩柱崩落造成的 当地人称为造龙 天气好的时候 阳光穿透上方的洞口洒落在洞穴中 会将海水映照反射出如梦似幻的蓝色光芒 现在因为环境保护 以及担心玄武岩崩落商级游客 西极雨蓝洞已经被划入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区 不能再开船进入洞穴 只能在一定距离外观上 不过即使如此 蓝洞的美依然令人屏袭啊 南方四岛左侧的两座岛是 东宇平与西宇平 东宇平虽然是有人岛 但居民只有20多人 全都住在港口前的小路上 因为有福前业者住点 吸引了不少游客造访 而东宇平周围的海岸线 确实美艳不可方物 清澈见底的蓝绿色海水 趁着海底的大片礁石 美得不真实 道东宇平不能错过 壮阔的大片菜宅遗迹 因为海岛地区风力强劲 居民为了保护农作物 不被墙风吹坏 用石头在田地四周堆起围墙 好像为青菜们遮风避雨的家一样 就称为菜宅 南方四岛因为人口外移 早年的菜宅皆已荒废 田地被野草覆盖后 形成一块一块 棋盘般的绿色方形遗迹 东宇平上的菜宅面积广大 布满整座山丘 也被称为澎湖版的马丘比丘 东宇平由于有游客与钓客造访 最近也开了卖冰跟饮料的小店 以及最令人惊喜的 竟然有民宿了哦 对于喜欢仪式独立小岛的旅人们 真的是太梦幻了 如果喜欢荒凉岛屿的话 西宇平可能是最极限的体验了 这座南方四岛最西侧的小岛上 只住着一位居民 你没看错 整座岛上只住了一个人 不用把岛买下来 就可以拥有整座岛爆炸库的 我觉得在西宇平岛上最有趣的 是在已经废弃无人居住的聚落里穿梭 好像电影中受僵尸病毒肆虐而被遗忘的岛屿般 有奇特的末日感 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在岛上 这些房舍都随你使用 简单布置一下想住哪间就住哪间 简直社交恐惧症的终极乐园啊 因为岛上有住人 所以政府交通船每天还是会经过 而因为只住了一个人 所以船长每天会联络岛上的阿伯 看他有没有要坐船 没有的话就过岛不停 所以游客想坐交通船去西宇平的话 要记得先跟船长讲 不要傻傻的坐过站咯 本来想说只剩下一个人守在岛上 会不会好辛苦好孤单啊 结果船家跟我说才不会辛苦咧 因为有人住在岛上 政府必须提供水电 那么设备谁来雇呢 当然就是那唯一的阿伯 所以要付他一份薪水 然后岛上有人住 政府也要提供清洁服务啊 要委托谁呢 也当然就是那唯一的阿伯 所以要再付他一份薪水 阿伯就这样 一个人煎好几份植物 拿了好几份薪水 也赚不少了 如果参加行程出海 或是自己包船 就可以造访南方四岛的 海底薰衣草森林 也就是附近海面下的美丽珊瑚礁群 因为珊瑚礁群所在位置距离岸边很近 海水的深度很浅 所以不需要会游泳 也不需要会潜水 只要穿着救生衣浮浅 就可以尽情享受美丽的海底风光 与身边穿梭的热带鱼群 完全就像Discovery频道里那样梦幻的体验 请千万不要错过 尤其因为地球暖化 造成海水温度上升的关系 珊瑚礁白化的现象已经很严重 坦白说不知道还能撑几年 想体验美景要趁早哦 其实关于南方四岛 我拍了很多很多影片 碍于片长没办法都放进来 所以今天只能简单介绍 这四座美丽的小岛 我正在计划另外做一支影片 专门来为大家讲解 还请大家耐心等待哦 好啦这就是这一集的 蒋文青笔你爱台湾 喜欢的话麻烦按赞留言分享小铃铛 哦拜